我觉得她谈得很难听啊 而且刚刚还漏了 说不定我还真会呢 就算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 少馆主 少夫人 这几日为恋 皇上得了一些好东西 正给分着呢 其他人都散了 还不见二位 叫老奴特地请少馆主 少夫人去领赏 多谢公公 九龄无能 并赴暂未到手 本来也没那么容易 而且 摄政王府还有别的人在监视 少馆主 老奴 这兔子多可爱啊 你看 都饿半天了 来 赶快喂他吃点 王府门外监视的人 是颜猎派的 前几日在猎场 他还提出要帮我 为了牵制那老贼 我一直提拔颜家打压他 朕在那老贼面前离间了那么多次 早就叫他对颜家起了疑 这次偷兵符惊动了那老贼 他要是查出颜猎派人监视摄政王府 不管颜猎出于什么目的 颜家这次恐怕 可惜了 皇上要是享用盐烈 此事过后 大可将他收入麾下 可明明最恨颜家的是你 依旧是恨 只是学会了接受 什么叫迫不得已 世事无常 也学会了如何在恨里生存 不要太逼自己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很多事要仰仗你在外面解决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万分小心 明白 对了 贺九龄 荣誉现在这样 你会不会太辛苦 他 可能真的是臣的福星 若以后你想离开他 朕可以帮你 贺家落难之事 这儿 少管主旧位于水火 朕知道你是重安之人 但这句话你也记在心里 指不定哪天需要呢 刚刚刚药铺来人了 说 找进心腾草来 在哪儿 城外锦山 这么远 倒也没关系 再远我都要去 怎么就看不透摄政坊的前程 就连形象也很模糊 一点可用的线索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他身边有我不知道的高人 在扭转乾坤 公子 不早了 不是还要去给少夫人 买芙蓉糕吗 再不去就卖完了 他不是在病人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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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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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回来得比平常晚一些 还是热的 以后都会是热的 不必了 我不过随口说了一句 热得更好吃 比平常那家你爱吃的还好吃 是不是 喜欢就多吃点 对了 荣誉 我跟你商量件事啊 我要去找一位草药 叫鲜藤草 它只有下雨过后才最新鲜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下雨 我就要去一趟景山 这样明天一早就可以起来采药了 来 坐 我帮你拿出来了几套夏装 明天要是热的话 就让展平给你换上 还有这个香囊 是我刚做的 味儿有点大 不过啊 它是驱蚊虫的 你晚上睡觉 就算觉得不好闻 也千万不要把它摘下来 贝子 我刚用草药给你熏了 去多久 明晚就回 才一天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吧 对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放心不下 那我跟你一起 那我就更不放心了 荣誉啊荣誉 我这拖拖拉拉不爽快的毛病 全都是被你给带坏的 都怪你太烦人 太叫人操心 要是以前 我可不是这样 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 都怪你 只是这次 就让我跟你一起吧 好了好了 知道了啊 放心 有成碧和乌日潭陪我一起呢 等回来 我们就搬去别院 我好想 真的真的又有家了